分析结果出来了 这几天的飞船颠簸 是因为撞上了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 就是报废的人造卫星 留在太空上的废品 人造卫星 二十世纪人造探索宇宙的工具 历史航线正在生成 是否进行时间跳跃 当然 目标人造卫星 我们出发 没错 飞船引擎加载 启动防护杖 飞船引擎启动 开始加速 一级加速 二级加速 三级加速 出发 报告 这些目标并不属于宇宙中的星球 也不像是陨石碎块 根据分析 这是一个废弃的人造卫星和航天气碎片 这是宇宙家族中的新成员啊 是人类探索太空留下的证明呢 这是很早之前古代人类发射来的吗 不是的 虽然人类 虽然人类很早之前就对头顶的天空产生了效望 但是还没有发射卫星的技术哦 以前的人们只能靠肉眼观察和涌现的想象力 以为天空只是一个玻璃帐 还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太阳星星都绕着地球转动呢 后来有人发明了望远镜 人类就能看得更远更清楚了 望远镜最酷了 望远镜有很多种 折射式望远镜和反射式望远镜 一个是通过透镜对光的折射 一个是球面的反射 有小型的望远镜 也有专门用来观察太空的巨型望远镜 1990年发射的哈勃太空望远镜 就像在太空放了一双火眼金睛 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又跨了一大步 把望远镜夹在大气层之外 真是个大胆的举动啊 不只是望远镜 人类也已经进入太空了呢 那一定要做火箭才行 火箭确实威力巨大 但是也只是作为推动的装置 如果想要把人带上太空 还需要更厉害的航天飞机和载人飞船 而且不是所有人 都能去到 宇航员在登上飞机之前 要接受几个月的学习和训练 才能在太空那样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1961年 前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 乘坐东方一号飞船 绕着地球飞行一圈 只用了108分钟 成为了太空第一人 1969年 猴子 猴子 蜘蛛 甚至老鼠 都曾经飞送到太空哦 哇 这太不可思议了 动物们能够在太空活下来 那以后人们也都能去太空旅行了 是的 未来技术更加发达 地球不再是唯一的家园了 我们所有人都有希望移居太空哦 不过遗憾的是 月球是目前人类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了 可是月球上没有生命 更远的地方会有外星人吗 这个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不过有两位英雄还在太空寻找哦 他们就是至今为止 人类向太空发射的最远的两艘飞船 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 他们发射的时候 正好是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 连成一条直线的时候 旅行者号利用这些星球的引力 改变速度和方向 现在他们已经飞出了太阳系 朝着更遥远的星际空间寄发 那他们能找到外星人吗 别担心 旅行者号身上都带着一张唱片 少年呀 记录了地球现在的位置 地球上的风景 生活和各种不同的语言 那如果遇到外星人 这两张唱片或许就能帮助我们表达善意的问候了呢 没错呢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还没有结束呀 虽然人类还不能去更远的地方 但是地球上各个角落都有非常先进的天文台 还有很多空间站 人造卫星 各种夹在太空的火眼金睛 他们都会为人类探索宇宙带回更加精确的数据 我们在未来也将揭开宇宙更多的神秘面纱 如果你也喜欢在夜晚仰望星空 对宇宙充满好奇心 那就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正在整合太空探索室资料 太空探索室资料获取完毕 正在生成知识徽章 太空探索室资料获取成功 不知不觉 我们收集了这么多太空徽章了 还有好多有趣的徽章等着我们争取呢 是啊 下个知识旅程准备好了吗